剑球是从我国古老的踢剑子游戏衍生而来 它起源于汉代 盛行于六朝隋唐 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 经久不衰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剑球是中国人发明的球 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 又是一项新兴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 其简单易行 老少皆宜 陶冶情操 强身剑体的特色和功能 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知识所认可 从古代的踢毛丸到踢剑子 再到踢花剑 从近代的踢网剑到踢围剑 再到现代的剑球运动 剑球已于1984年被列为全国正式比赛项目 从一个民间的娱乐项目 登上了中华民族现代竞技体育的大雅之堂 现代的竞技剑球已初步具备了技巧性高 球速快 变化多 对抗强和全攻全守的特点 它即游戏健身 表演竞技于一体 欲休闲协作 自娱自乐与活动之中 剑球比赛 采用羽毛球的场地 排球的规则 足球的脚法和踢剑子的技巧 四合一而成 是一项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特别是深受亿万青少年青睐的好项目 并正以其崭新风貌 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逐步成为受世人欢迎的 国际体育竞赛项目之一 剑球场地长11.88米 宽6.10米 剑球高13至15厘米 重13至15克 网高男子1.60米 女子1.50米 球网长7.10米 宽0.76米 两边设有标志带和标志杆 比赛设男女三人团体赛 二人双打赛 个人单打赛 和混合双人赛七个项目 本片向大家介绍的是 三人团体比赛的 剑球基本技术 基本战术 及其训练等相关知识和方法 准备姿势 有一般准备姿势 防守准备姿势 和拦网准备姿势 剑球基本步伐有八种 第一种 前上步 第二种 后撤步 第三种 并步 第四种 跨步 第四种 跨步 第五种 滑步 第六种 交叉步 第七种 转体上步 第七种 转体上步 第八种 跑动步 最基本的踢球技术有 内踢 外踢 正踢三种踢法 这是单脚内踢球 也可双脚对踢 这是外踢球 可用转宽踢 也可用翻宽踢 这是正踢球 有挑踢 铲踢 和踢踢 凡是膝关节以上部位的肌球 都叫触球 触踢球技术有 腿处踢球 腿处踢球 胸处踢球 肩处踢球 头处踢球 最基本的传球技术有 正向 侧向 背向 和二传球四种 这是正向传踢球 背向传踢球 背向传踢球 T2传球 T2传球 由于后两种发球 体能消耗较大 这里只重点介绍 低点和高点两种发球 低点脚内侧推发 脚外侧扫发 正脚背直发 高点发球 高点发球 可发出快速球 和慢速球两种 接发球 接发球技术有四种 这是脚内侧接发球 脚外侧接发球 脚正背接发球 触踢 接发球 键球攻球技术 主要有 踩踏攻球 和倒勾攻球两种 这是踩踏攻球 这是背向倒勾攻球 侧向倒勾攻球 内侧倒勾攻球 外摆倒勾攻球 凌空倒勾攻球 箭球防守技术 有篮网防守 堵踢防守 踢球防守 和跑动防守四种 从篮网的位置看 有原地篮网 移动篮网 从篮网的时机看 有跳脱篮网 和加压篮网 从篮网的人数看 有单人篮网 和双人篮网 赌踢防守 有原地赌踢 前上赌踢 侧移赌踢 和跳起赌踢 防守四种 这是原地赌踢 这是原地赌踢 防守 这是前上赌踢 防守 这是侧移赌踢 防守 这是跳起赌踢 防守 踢球防守 有内踢、外踢、正踢、提踢 四种踢球防守动作 这是内踢球防守 这是外踢球防守 这是正踢球防守 这是提踢球防守 跑动防守 分前上部踢防 后侧部踢防 交叉部踢防 交叉部踢防 转体部踢防 跑动部踢防 五种 这是前上部踢防 这是前上部踢防 这是后侧部踢防 这是后侧部踢防 这是转体部踢防 这是转体部踢防 这是跑动部踢防 将箭球运动 将箭球运动员在场上的步法移动作为一项基本技术的提出 本身就是新颖的 它包括准确预判 快速启动 快速启动 与灯力动 迅速移动 迅速移动是较好的接近来球的保证 它必须遵循动作速率快和不服大的原则 积极跑动是队员或队伍玩强作风与拼搏精神的体现 箭球基本战术就是箭球队员各项基本技术在比赛实战中相互配合的组合运用 箭球基本战术基本战术和防守战术两部分 进攻战术的技术配备有 单一倒钩型配备 单一踩踏型配备 以及倒钩踩踏综合型配备 进攻战术的阵容配备有下列三种 一一二阵容配备 二二一阵容配备 三三阵容配备 进攻战术的打法配备有下列诸多打法 一高举高打型 二快球进攻型 三中路进攻型 四四边路进攻型 五五字条进攻型 六背溜进攻型 七玻璃溏进攻型 八交叉进攻型 剑球防守战术有四种基本防守阵型 1.小弧形防守阵型 2.一篮二防防守阵型 3.篮、赌、防、防守阵型 4.二篮一防防守阵型 剑球技术训练是剑球训练的基础环节 而每一项技术的强化训练又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更是未来发展的根基 剑球运动员在场上比赛时的移动 都是从准备姿势开始的 一般准备姿势的角距丈量应因人而异 可分五步进行 1.两脚与肩同宽平行开立 2.以脚跟为轴 两脚掌外转接近平行 3.以脚尖为轴 两脚跟外移成内八字形站位 4.重心下降 上体稍前倾 膝关节内扣 两手臂自然弯曲于体前 5.全身放松 目视来求 静中带动 待单人练习成型后 可要求一步到位 在一步能到位的前提下 体会用脚尖内侧迅速发力 蹬地重心被推移的感觉 在反复练习此动作的过程中 细心体会 蹬地的感觉 步伐练习是剑球运动员临场比赛的一大基本功 它是调整人与球最佳位置的保证 训练中应贯彻 单一练习要规范 统一练习不走样 综合练习要连贯 带球练习进实战的原则 这是单人练习 这是集体练习 这是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 这是带球练习 踢球练习是传球训练的基础 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应规范严格 单人练习要协调连贯 综合练习要放松自如 综合行进练习要结合步法 综合行进练习要结合步法 这是双人练习 这是双人练习 这是隔网对踢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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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球练习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过渡性技术训练 应与实践紧密结合进行 这是单人触踢球练习 这是双人触踢球练习 这是双人触踢球练习 这是双人互打 砸触踢球练习 这是带步法的 与实战结合的触踢球练习 这是综合式综合性触踢练习 传球练习是各项踢球技术 在比赛实践中的综合运用 它起着十分重要的串联和纽带作用 是实施各项技战术的保障 应反复强化性训练之 这是单人传踢球练习 这是双人传踢球练习 这是双人战术性传踢球练习 这是双人战术性传踢球练习 二 五 二 五 是为了提高主攻手改做二传的组合传球练习 七 一 二 七 四 是为提高二传手二传战术球的组合传球练习 剑球发球既是比赛的开始 也是一项进攻手段 它既可以直接得分 也可以破坏对手的一传二传 并削弱其攻球威力 为本队防守反击 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发球不管采用哪种姿势都应以发快速 空点和变化球为目的 这是发快速球 低点扫发 高点扫发 进网球 在基本掌握了发快速球和空点球的基础上 应着力提高发球的目的性 准确性和变化性 这是发组合变化球 点区发 打准发 变线发 变点发 交叉发 逼腿发 追胸发 接发球是组织进攻 争取主动的重要技术环节 除打快攻外 一脚挑高送前 则是接发球成功与否的标志 这是不同方向来球 不同落点来球 不同速度来球 挑高送前 争取攻球 一挑背攻 一接一传 这是战术性揭发球 快变攻球 看球启动 发方位 快启动 快选位 接好球 攻球 攻球是剑球比赛中得分的主要手段 也是一支球队实力的象征 攻球技术又以踩踏攻球 与倒钩攻球为主 对头攻球和尖压攻球 这里只做一般性介绍 体会动作顺序 不断提高高度 体会发力动作 看攻球绕圈数 体会动作顺序 体会动作顺序 体会身宽感觉 不断提高高度 体会发力动作 看攻球绕圈数 徒手助跑起跳练习 徒手助跑起跳练习 踩踏攻球 倒钩攻球 可多人练习 推压攻 体会放松 发力 一做多攻 以成功过往为目的 甩小腿松怀鞭打动作 可单人或多人练习 可多人练习 分三组同时进行 这是破一篮二房 攻球练习 这是破篮赌房 攻球练习 这是破二篮一房 攻球练习 可同意要求 反复强化练习 或组合攻球练习 这是一对一 攻篮对抗练习 这是一对三 攻防对抗练习 这是单人进网 尖压攻球 单人顺网 投攻球练习 防守是比赛双方 争夺场上主动拳的 关键环节 也是化解或缓解对手 攻势的有效措施 更是能否成为高水平建球队的重要标志 先堵截来球线路 再将球踢起的防守 叫堵踢防守 伸腿就能踢到球的防守 叫踢球防守 这是内踢防守 这是外踢防守 这是正踢防守 这是提踢防守 这是综合性互打踢球防守练习 这是腿处堵防 这是腹处堵防 这是胸处堵防 这是综合性互打堵踢防守练习 这是篮球巨人较远的跑动防守 这是不上网 双人互打篮网起球练习 这是小个子托篮网练习 这是高个子压篮网练习 这是篮直线球 这是篮内斜线球 这是篮外斜线球 这是篮吊球 这是篮开网球 注意快速垫步移动起跳 还可配合背篮自救起球练习 一对一格网进行 垫步移动 看球 拆线 篮点练习 专向篮到位球后自救起球练习 看球 拆线 联合防守练习 专向篮到位球后自救起球练习 二号位 三号位 二点五号位 二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二点五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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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位 开始 开始 移动作为技术训练本身就是开创性的 它是运动员调整人与球位置关系的综合能力体现 合理、及时、正确的移动技术也是完成其他技术的保障 更是队员、队伍能否上水平、上档次的最基础、最关键性的技术和标志 预判的依据是看球的速度和方位争取早启动 登地跨步与登跨步的区别有突然发力的过程 快速、大步、低姿看手势、单一步法移动练习 行动时受意识支配的意识和动作 隔往三人徒手互动移动练习 剑球战术训练就是以本队个人攻防技术为基础 结合对手和比赛实战中的具体情况 利用同伴间合理、有效的协同配合 更好的体现、攻、防、目的和效果的综合能力 它主要包括战术意识的培养、进攻战术训练和防守战术训练三部分 战术意识是队员在发挥个人技术的过程中 支配自己行动并带有战术目的的心理活动 这种看不见的软技术是在长期的训练、比赛实践中逐步积累的 战术意识训练应体现在 一、技术的目的性 二、行动的预见性 三、判断的准确性 四、进攻的主动性 五、防守的积极性 六、战术的灵活性 七、动作的隐蔽性 八、配合的整体性 这八个方面并始终贯穿整个训练及比赛的全过程 进攻战术训练就是要在熟悉本队阵容及技术配备的前提下 强化对不同防守阵型应用不同战术打法的理解 并有提高组织进攻的实际效果 可中路掩护两边路突破进攻 可从边路突破进攻 可2.5号位强攻2或3号位配合进攻 3号位强攻2.5号位强攻2.5号或2.5号配合进攻 2.5号位强攻2.5号或3号位配合攻 中路突破与2.3号位配合进攻互为掩护 首先培养意识 再带球操作 单人或多人固定把位的破防进攻 防守战术训练 防守战术训练 就是在明确本队阵容及技术配备的前提下 强化队于不同进攻打法应采用不同防守战术打法的理解 努力提高对对方进攻的预判 及采取相应整体防守及防守反击的效果 越 resistant用恩耻省的Finenne IRS 关系给我们的头态 以防防守抵战宫 第一栏庞公6号位 relacion 关系过现在请看 一栏 二栏 二栏 三栏 哈 大 多 多 arm 外面 挖 墩 登上 gad Pres 二栏 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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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栏 花 snaps 一栏 二栏 一籃一房 二籃一房 籃堵房 二籃一房 二籃一房 一籃二房 籃堵房 第一道 籃網 第二道 賭房 第三道 跑房 第一道 賭機房 第二道 踢球房 第三道 跑渡房 三位民工 三房硬变對抗練習 三位民工 箭球運動已初步具備了技巧性高 球速快 變化多 對抗性强和全攻全守的特點 為適應箭球比賽中大強度激烈對抗的需要 應對運動員進行全面的身體素質訓練 力量素質是人所有活動的基本力量 更是決定運動成績和體能要素的重要因素 絕對力量 絕對力量是人的基本力量 主要表現為肌肉收縮的強度 相對力量指運動員每公斤體重所具有的力量 其公式為相對力量等於絕對力量除以身體重量 速度力量是指運動員在短時間內克服阻力的能力 即在最短時間內發出最大力量 耐久力量是指運動員長時間克服阻力的能力 動力訓練是力量訓練的主要形式 它是在肌肉處於活動狀態下進行的練習 女生力量訓練要儘量減少備注的負擔 並注意因人而異,循序漸進 因兒童少年古化過程尚未完成 8至13歲多用克服自身重量的動力練習 12至15歲可用輕器械負重練習 16至18歲可以逐步承擔大的力量複合練習 力量練習七種 1. 電上背後震 2. 山羊腹背起 3. 腹人深蹲起 4. 腹重體肿 5. 腹重深蹲起 6. 腹重半蹲跳 7. 腹重公步跳 速度速度 速度素質通常可分為 反應速度、動作速度和移動速度三種 1. 腹重 Guil ї 2. 腹重量完整 是能夠願意 6. 腹重輕àng像 所以在腹重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训练要与专项技术紧密结合 训练方法六种 1.原地左右侧胯跳练习 2.快速仰卧起坐练习 3.原地打击或快速直吸跳练习 4.垫上仰卧快速背后震练习 5.垫上仰卧快速两头起练习 6.原地快速团身跳练习 柔韧素质主要是指各关节的活动范围 它的好快又取决于肌肉 韧带弹性和关节的灵活性 1.10至14岁是发展关节灵活性最好的时期 2.发展柔韧性的专门练习 要和力量练习后的放松相协调 3.柔韧性的发展 同性别外部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1.剑球柔韧素质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准备活动 2.不能在身体为活动开始就强行拉韧带 3.不能在低气温、低体温下硬拉韧带 柔韧练习十六种 1.单压腿 2.双压腿 3.正弓不压 4.侧功不压 5.并腿做压 6.分腿压 7.胃后倒压 8.正压腿 9.侧压腿 10.直立压腿 11.纵劈腿压 12.横劈腿压 13.正踢腿 14.内踢腿 15.外踢腿 16.跳踢腿 耐力素质 耐力素质是指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能较长时间坚持运动及神经系统抗疲劳的能力 1.一场高水平的箭球比赛,其功能方式80%为无氧代谢,20%为有氧代谢 2.无氧代谢能力是建筑在有氧代谢能力的基础之上 3.单个跳跃动作是无氧功能,而多次重复跳跃则为有氧功能 耐力素质练习三种 1.连续多次直膝跳 2.连续多次团身跳 3.连续多次仰卧起坐 灵敏素质是指运动员迅速而及时地改变身体某部分运动速度或方向的能力 它是由力量、反应能力、速度、爆发力和协调能力结合而成 1.灵敏素质应和其他素质结合起来练习 2.灵敏素质应在神经系统处于良性兴奋状态时进行 3.女生16岁左右,灵敏素质有所下降 而17岁以后又逐步恢复和提高 4.灵敏素质有很强的专项性 应尽可能地结合专项技术进行 灵敏素质训练方法 1.只字形侧身跳 2.垫上横跨跳 3.跳转360度 剑球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一颗异异闪光的璀璨明珠 其对场地、气候条件要求不高 既科学可行又经济实惠 既可增强团队协作精神 又可促进沟通和谐人际关系 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全民健身好项目 如今在我国广大城市、乡村的公园内、社区中 树荫下、广场上到处都可见到剑飞人舞的身影 形成一道道全民健身特别亮丽的风景线 可以乐观地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剑球将成为我国参与人数最多的全民健身第一球 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的重视关心和带头参与之下 剑球将伴随祖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 从弘扬中华民族大文化的视角 加快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成为世界民族体育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小剑球、大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剑球源于中国 但终将属于世界 这是中国人对人类体育应有的贡献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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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